郭先生,今天就跟妳講 好,很開心 郭先生,今天就跟妳講 我紅葉的總幹事 人家叫我老婆 他叫我老婆 但是我教大家差不多 都幾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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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說這些人 好 這次我來分享 江湖在哪裡,八五年代 大概1980年代 台灣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彰化,或者是 楊汝門,或是吳英林 他們那時候 我們的時代,他們的年紀 他們在那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故事一開始,其實 看這兩個人去看故事 他就用 比較文學性的 一個角度 口吻 來把台灣在每一個年代 所發生的一些 有關農業也好 或那時候的社會背景也好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你踏的時就覺得 欸,這本世實在是覺得 不會很深色 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那感覺起來很沒處理 那這邊呢 那一剛開始呢 他就講 三個地形 第一個就是平原 來 三角 還有一個 沿海 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那是 要算做一個開場 怎麼開場呢 與平原 住在平原的 就是吳英靈本身 這個作家吳英靈本身 這個作家吳英靈本身 他是吳聖子 那另外呢 這個東原是海口的這些洋女們 那所以說他是用這樣子 一剛開始 把他們三個人所居住的地方 用平原、三角、還有海口 這三個地方呈現出來 他感覺比較觸避的地方 就是誒 事實上吳英靈他也講到 在1980年代 剛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應該是在之前就有了 那時候 跟吳英靈大概是 差不多 大概是 我是1971年生的 大概也是那個時候出生的 苗林俗昏 那個吳婉 吳婉 大概是同樣那個年代的人 我們都是啦 那所以說呢 剛好 1980年代 就是民國七十幾年那時候 那時候呢 大概也是國小 誒 誒 誒 到佛宗這一段 還有 那時候我是讀武傳 到戒嚴 這一段神戒 那 這個呢 他也有講到 那時候一個背景 講國語 如果講武語也就是講台語 武語那時候就說台語就知道了 講台語要被罰錢 真的我以前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應該 我好像沒有被罰過 沒有被罰過 沒有被罰過 我以前我覺得 國語很標準 我現在有一點台灣國語 我真的搞得清楚 我是什麼時候開始轉性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真的搞得清楚 那時候 國語真的是講得還不錯 從來沒有被罰過 所以說 事實上呢 覺得講台語的人 那時候會有一個印象 拍下聲 不然要學生 不然要學生 那就是要說台語 這個人 所以不只說 其實我媽媽也沒有學生 他也不會說國語 我們在家裡 我們也是很大人 在說台語 所以說事實上 那時候已經被教育成 講母語 講台語 就是不只準 不只準 對 有時候說 因為我們三字經 喔 那些叉叉叉叉叉叉叉 都是那個台語 台語說 他比較有種感覺 你知道嗎 用說去說 哪有感覺 沒有那種 哪有差一支 就是這樣 所以用 說台語的時候 就覺得 那是很不只準 因為 常常都是那個 叉叉叉 都是用那種台語說的 所以 那時候他也把 那個時候的一個 時代背景 把它 點出來 在這個部分 他也有講到說 那時候林來虎 也是住在彰化路間 這個林來虎 坐牙羅馬 有 那時候就是 曾經被發過 在國小的時候 在186月 就被發過 其實 但是 這樣子的一個 案例提出來 讓你 大家去 講斷 好像 他是要 事實上 他是要 呈現出來 那個時代人的背景 不過 他這邊有講出來 被槍斃之前 林來有被槍斃之前 他有講到 回憶以前 國小的時候 講台語 是被發一塊錢 後來累積到 被發了等於七十多塊 所以 這是他印象 最深刻的 不然 代表 說 羅馬 就以前是台語 怎麼會 主連邦也是 外星 現在也沒什麼 要說台語 主連邦也很多 是大塊羅馬 所以事實上 那是我們 中南部 比較多 是 當然 後來會有 我講 很多人 因為我們 中南部這邊 雲林 嘉義 台南這邊 很多那時候 是 比較沒資 比較爽 唯一能夠 階級翻轉的 大概是透過讀書 那時候讀書 我記得 我是 最後一屆的 師專 我這次 課後 就沒有師專 那時候還就升得 為師萬全員 那時候 那時候還有 考師專 當然就課 那科師專 不簡單 唱錢 很好的 所以說 很多中南部的 學生 國中一畢業 初中一畢業 就是科學專 因為 為什麼 工費也要花錢 第二 他要穩定 這老師也穩定 可是 也因為 中南部這邊 比較判價 很多人去找警察 做警察 那 當然 看那些 就是很多出很多路線 所以 黨家變成是警察 很多 我們台灣的警察 很多 都是出自於 東南部 但是 路線也很多 都是出南部 這是 對 黑板 黑板 有這樣的一個 背景 那當然 現在 我一定 現在 說出來 社會整個 經濟力 雙倍 不是 中南部 拍探價 跟他做一個 說什麼 甚至要考公務人員 要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 喔 這個出國務人員 這樣 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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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調查員 沒有 調查員沒有 沒有 基層特考 地方特考 地方特考 那當然 會 當然 你會跟以前 去做一個 比對 那在這個時候 他當然是從1980年代 那時候 慢慢慢慢的 來 來講起 這陣子的一個 背景 事實上是講他的童年 因為那一段 1980年代的初期 就是 作者 的童年 那 也是讀國小的時候 好 那在188月的時候 他還講到 三角這一個 民俗分 他就讀了 富商國小 其實說 我們沒有 不過就是 後來 因緣季婚長大之後 因為 楊汝們這件事情 讓他們 更多的 更緊密的 竟然是 範圍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那 在 這邊呢 楊俗分 這個部分 他是有提到 可能是 客廳及工廠 我記得我們以前的 真的是 1980年代 國小的時候 我們到 是做那個 皮包加工廠 就是在家裡面 我們甚至有錢人 既公我們把 都老開 適合條肚都會 那時候我記得 一個 女工一個月 賺五六千塊錢 那時候的薪水 大概民國七十 七十一七十二年 那時候 我不讀國小的時候 那可是我們家 我們家 一個月 大概就賺至少五六萬塊錢 那時候 是女工的十倍以上 當然 我們家後來 也是 去老家 不過 當然 我去也是 我爸爸 掉了 可是我沒有受益 所以就說 那時候就是 這邊有提到 那個年代 台灣 提倡整個 客廳及工廠 很多家庭代工 我不只是在家裡面幫忙做代工 我還到 別的家裡面 那時候 我已經 拉鍊 這種拉鍊 然後 噴漆 我們就去做那個事情 我們那個雨傘 也有 也有 所以說 有很多的一個家庭代工 現在其實要找家庭代工 好像比較困難一點 好像都外遇了 以前 以前我們可以說 一剩 兩剩 這樣用 小時候小朋友都賺 一個零用錢 那 十塊二十塊 好 不算外外 現在 沒有這個機會了 可以 可以 就是 你剛剛在講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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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很多的 大小朋友出現 好 我想來分享這個 您雙部的師妹 219頁 219頁 你看他這邊就講到 為什麼在那個年代 在那個 平級的農村裡面 年輕人沒辦法生存下去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走上 做一個 一個兄弟 那個 那個 你看他講說 因為 因為 那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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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我的海口兄弟 你 黑的 臉龐 寫滿家鄉的貧瘀 日子過不下去了 忍痛告悲你的 魚網和牛里 公產 陰駕街頭 坑底 你的熱 漢追逐著微薄的台幣 沒有背景 沒有學歷 你怕只是一身 出滿的力氣 可是城市處處燈紅酒綠 可是城市那麼多人 花天酒地 我們再來看到 翻過來220頁的最後兩段 你看他就講到這個 最後兩段在那邊 告白魚網和牛里 因為我多生存下去 那農村已經敗壞了 所有的制度 包括 包括 對農民的一些鼓勵 都被剝削 所以他們 這些年輕人 這個是只好告白農村 離農了 所以看到後面 山縣海縣的黑道大哥 就在金錢的路上 拼搏四三 看見被淘汰 或變成大尾的縱貫線 而每個大哥身旁 明的暗的 總要養一堆小弟 小孩 為情笑 真真賣命 對啊 有一首陳生的電 要聽嗎 你家 大家要聽嗎 阿威有準備 真的喔 有 有 有結錄到那些歌詞 對 順便聽一下 陳生的聲音 太好了 太好了